前面好像有梁子 是啊 等一下泰雅族的村長 他會來親身介紹情人谷的故事 情人谷 對 情人谷 哈囉 嗨 村長 猶豫大哥 來 你好 歡迎 蜘蛛你好 麥打 大姐是 他是我們益心村的村長 村長 對 起肚子駕 村長好 那村長泰雅族的名字 叫做 Em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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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ato Emi Sato 對 今天村長穿得很漂亮 這是我們原住民的衣服 是 很紅 很喜氣 那是因為我要迎接我們的麥克 來這裡介紹原住民的古道 那這個麻煩村長 那這位大哥是 郝先生 我原住民叫 Yu Min Hu La Hu La 今天都是盛莊出洞 是 大哥 你頭上那個腳是很漂亮 這是什麼動物的腳 這是山腔 那這個毛毛 這個是山豬的毛 這是山豬毛 對 這摸起來硬硬的 但你們住益心村 是什麼部落 馬胎部落 那泰雅話怎麼講 叫馬對 馬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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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樣子 為什麼今天特別會選擇這個地方 跟我們碰面 因為這個古道裡面 跟我們的南平水道 是交叉的一個點 所以我們就在這個涼亭上面 來跟大家會面 是 因為現在天氣也變了 只有下雨 剛好有涼亭 剛好有涼亭 是啊 剛好 所以我們是從內灣走過來 那大家以前你們常常走這兩條路嗎 對啊 我是土生土長的在這個馬對 部落這個地方 那讀了小學讀到四年級的時候 為了教育問題 父親就把我轉到內灣國校 所以每天早上一清晨就經過這條路 有的時候沒有穿鞋子 就趕往學校去讀書 哇 這走很久 這樣走一趟大概要幾點就要起床了 五點半就一定要離開家裡 五點半 對 那走到學校大概幾點 如果說沒有在路上攤完的話 大概一個小時 多一點就要到學校 也是要一個多小時 對 差不多 一個多小時 是 果然如果五點多出門 像冬天的話 那不是要抹黑了 那就是抹黑著上學 我們當火把 用竹子的火把 所以要點火把這樣子 對 是 是怎麼樣的火把 就是乾的竹子綁在一塊以後 就用那子來點火 就火把 下山 大概半個小時就亮了 就火把就掉了 對 這樣子 所以以前上學好像都很辛苦 是 那大哥你有念內灣國小嗎 我們 我是先念的 後來他也進來念了 學長 學長 學妹 剛剛講到情人谷 不會在那個時候就是情人了 其實那個時候談不上情人 但是每當學校裡面放學 譬如說像禮拜六的時候 就會到河邊去玩 尤其在這個地方 有一個很大的石頭 我們也有好幾個學生 都是在那邊游泳抓蝦抓魚 然後閒著就在那裡聊天 討論功課 就沒想到 我們兩個就好像特別有緣 就在一塊石頭上面 就在那邊聊天 因此上學的時候他很照顧我 但我不知道它是什麼意思 那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也沒什麼意思 只說我們做大哥的 要照顧小妹們 對 所以下面那條溪流 是以前你們都在這邊玩耍的 對 我們其實禮拜六都會到那邊去 約會玩一玩 釣魚 就這樣摸蝦子 所以是很多人會在這邊談戀愛 對不對 也沒有 也沒有這回事 曾經他講過一句話 那時候已經六年級 他已經畢業了 他就告訴我 他說 將來長大了 我們仍然會在這裡相遇 將來在哪個學校讀書 我們要彼此互動 就這樣子 這件事情就出來 然後就彼此之間已經懂事了 可以彼此交往的時候 我們經常都會到這塊石頭上面 去彼此的小魚 回味一下 回味 所以是可以附近的感情這樣子 是 所以命名為情人谷 這溪流感覺很漂亮 很乾淨 聽說這條溪流生態也很豐富 是啊 對啊 尤其是晚上的時候 我特別推薦這邊 可以來這邊看螢火蟲 真的可以看螢火蟲 對 因為螢火蟲喜歡水 然後這邊 又沒有其他光害 水質乾淨 是完全符合螢火蟲的 西地的條件 那搞不好我們今天晚上 可以看螢火蟲 非常期待 對 這邊有一個岔路 這條路是通到哪裡去的 這條路是通到一星大橋 一星大橋就已經是要經過馬路了 然後再右轉就是往內彎的方向 所以兩條路都可以通到內彎 都可以 對 那以前你們上學比較會走哪一條 比較會走這一邊 就是馬開子道 對 馬開子道 那為什麼不走水路 禮拜六的時候會走上面這個 南平水道這條路 對 捷徑 捷徑 對 那這樣從這邊要到馬對部落要多久 一般說來應該是一個小時 下次有機會我們再走下去部落 期待 歡迎 那有沒有需要想要了解一下 為什麼會叫情人谷的那一塊石頭 情人谷喔 不是就是談戀愛的故事嗎 可以啊 幫你優惠場所 對我們想不到 在那邊認識的 都不會有離婚的現象 對 真的 中城眷屬的一條管道 那比月老廟還厲害了吧 還是原住民的月老在那裡 是啊 在那邊認識結婚的都不會離婚 不想分手的就趕快來這邊 就到這裡 對 請人谷這邊 對 看個風景 約個小會這樣 好勝一下 滿不錯的 像村長夫妻這個年紀的漢人夫婦 禮貌一點的稱內人外子 親切一點的稱內口子家裡的 連老公老婆這種親密的稱呼 都很少說出口 但是村長夫妻甜甜蜜蜜 四目交錯的時候深情款款 說不定太亞語親愛的已經說了好多次 奇怪的是原住民情意露骨 絲毫不嫌扭泥 漢人做起來就是肉麻不自然 只會招人白眼 這對年近七十的有情人 確實是情人谷情人時的最佳代言人 就連雨中撐著姑婆玉葉子同行 都充滿浪漫情調 難怪來過情人谷見過村長夫婦的男女 有樣學樣 一對對婚姻美滿 來 村長 你知道我進過一棵大樹那種樹 很大一棵 百年老樹嘉東樹 嘉東 邪東 那樹感覺就是很古老 年紀很大 是 打雁的名稱叫做Gadang 開亞話叫Gadang Gadang 這好像在講台語Gadang Gadang 可能是外來語 外來語 所以你們也叫Gadang這樣子 也是跟著Gadang來這樣叫 所以這個樹的名字 講法都還滿像的大 那個樹年齡非常的古老 但是它很特殊的就是 從日據時代 一直到政府的時代的時候 他們利用那個樹的上面 裝了一個池的東西 來接電線電話用的 有五六顆在那裡 這是艾子 那個叫艾子 艾子 走那個古道 日本的古道有時候會有那個電話線 是 電話線桿上面都會有一些 那個艾子 它有時候就用樹當電話線桿 也是日據時代 一直接到台灣光復以後 他們還是用那個東西來 裝那個電話線用的 那個電話線是拉到 拉到派出所 部落 馬太部落 部落的派出所 所以這條路真的是以前 大家都在走 就利用這條路這樣 是的 好 這裡有一座 現在是用藤繩來代替橋 過去是用木頭 一根一根把它 起起來的一個大橋 那就是因為虎石爛掉了 所以它就是用藤繩來做成一個橋 但是這座橋漂亮的地方就是 第一個就是非常結實又美 但是不能一票人 都要一個一個的走過去 這吊橋真的滿漂亮的 會怕越西谷 那像老師你都會帶遊客來走這個橋 當然 很漂亮 是很漂亮 但是有些膽小的 真的可能有點危險 會怕 而且這條橋 其實不建議太多人走 一次頂多就大概三四個人吧 我們這四個人 你嘗試一下 情人谷就在這邊 對 要談戀愛的就來這邊談戀愛 這個溪流 都是我們小時候 喜歡游泳的一個地方 比較安全一點 游游游到不想游的時候 就會跑到下面去聊一聊 這一條溪 都是你們過去活動 遊戲 甚至談戀愛的 黑洋感情 黑洋感情 因為一路走來很熱 所以就直接到溪中去游泳 小朋友看到這種溪水 最高興的 尤其夏天的話 就直接跳下去玩水 是 有時候玩到忘記玩家 來回憶一下過去的事 對 回憶一下 很多地方都有情人谷情人湖 但都是傳說故事 這裡的情人谷情人石 情人就在眼前 兩人青梅竹馬兩小無猜的場景 似乎還流有餘溫 感染力非同小可 又聽到聊起日去時期 愛子 住在所 顯然村長的部落 是個有歷史的地方 據說村長爸爸年近九十 頭腦清楚 我們一定要去拜訪 只是古道上天色漸暗 今晚應該是先拜訪營火蟲才是 今天要謝謝老師 然後不客氣回去 非常歡迎你們來 帶我們來到內灣這邊 看到這麼精彩的螢火蟲 是 剛剛其實看到很多螢火蟲在閃爍 對 你說主要是黑赤椅 是的 黑赤椅它有在細分是吧 對對對 黑赤椅現在在內灣最主要就是 紅胸黑赤椅跟黃胸黑赤椅 它們兩個是在同個季節 甚至在同個地點都會出現 那老師像你們平常會從哪幾個方向去更變 紅胸或者是黃胸黑赤椅 我們其實可以從它的燈光閃爍的速度 紅胸黑赤椅它閃的就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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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 就這樣 那這是漏電的是不是 所以黃胸黑赤椅它就閃的比較 感覺就比較平常 大概是這樣閃的速度 大概一秒鐘大概有一下到兩小時 另外呢閃的燈光顏色也不一樣 如果仔細看的話 紅胸黑赤椅它會稍微偏點紅 大概是橘紅色的光 然後 黃胸黑赤椅它就閃黃綠色的光 所以主要其實第一眼看單就是看它閃爍的頻率 然後如果說它真的有幸飛到你手上的話 你看它的胸頸 好 昆蟲分頭胸腹三 那部分它的胸的背板 就是如果說它是橘紅色的 它就是紅胸黑赤 如果是橘黃色的 它就是黃胸黑赤 可以從顏色來分析 對對對 他們在同個時期 同個地點 同時發生 準備要繁殖 可是他們不會搞錯對象 就是不會紅胸黑赤的男生 找到紅胸黑赤的女生 就是他們就靠著燈光的顏色 跟閃爍的品味分辨 那這樣就學到一招了 閃的季節主要是在四月份這個時候 對 那其實在台灣整年度都是會有平衡 那以內灣這邊來講 內灣我特別喜歡在每年的十一月到十一月 來看台灣個體最大的影響 台灣三窗影 是在秋天啊 對 秋天秋天 對 十月到十五月的時候 如果說甚至冬天呢 還有叫蛆泥跟沈泥 另外兩種 只是數量也都很稀少 蛆泥比較稀喔 對 對 不過就是看到的數量 就不會像你看到黑市民的話 是啊 黑市民真的就是滿山買苦 才能吸引這麼多遠 對 這樣子 對 所以如果對螢火蟲有興趣的話 其實你整年度 會可以來細細的觀察 對 是 那個欣賞 喜歡拍照的朋友 夏天 春天拍到的這種 魚河童的光和秋天冬天不太一樣 對 是的 所以都可以來嘗試一下 是 歡迎大家來內灣 真的 那我們秋天可以再來 我們把三窗影攝下來 光的那個軌跡又不一樣 又不一樣 對 非常有意思 對 表示我們十月十一月 可以再來內灣這邊欣賞 偶爾太歡迎了 太歡迎了 螢火蟲富裕有成 人們從看到螢火蟲就興奮 到現在會考究不同的螢火蟲 在什麼季節發聲 發光的頻率如何 拍攝起來又會有什麼效果 數位相機普及 對螢火蟲富裕和生態知識傳遞 有很大的幫助 凡是熱門的賞營地點 必有攝影師架著腳架斟酌取景 為了拍攝更出色的照片 他們彼此交流 鑽研螢火蟲行為 一副要搶昆蟲學家飯碗的態勢 而內灣螢火蟲之多 連路燈下馬路旁 都大大方方出現 畫面中這隻還拖著螢光 直奔山下燈火而去 也許再過不久 會出現適應燈光的螢火蟲 也說不定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